OK 各位 今天我就来到水边 然后给大家示范一下德州吊主的一些实调 我个人的一些操作 我想尽量讲的细致一点 都是一些基础的操作 至于装备方面 我在上一期的影片里面已经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如果大家对德州吊主的整个设定 还有疑问或者想要复习一下的话 可以去看我上一个影片 我现在就开始示范一下吧 OK 第一个操作当然就是跳底 OK 我们把拋出去 让耳沉到底 OK 下底之后等几秒就可以开始跳 小跳 大家看我小跳的时候 其实我只是挪动肝肩 大概只有二三十公分这样子 OK 它在水底跳的距离可能就比较短 可能只有三十公分到五十公分 或者 我们可以大跳 在大跳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把杆子往上抬 也可以选择往你这边拉 如果你往上抬的话 它会跳得高一点 整个杆子往你这边拉的话 它会跳得远一点 就朝你这边回收的远一点 快一点 可以说德州是一个很防挂的吊主 但是不代表它不会挂到草 现在就是一直勾到草 我挂到一点草 怎么办 挂到草 然后我轻轻提一下 我确定是草 这种时候 一般情况下我会做的就是小抽一下 如果挂的草比较重的话 我会这样子 用力的抽 就会脱离水草 我的耳朵就会脱离水草 你没有必要浪费掉你这一杆 觉得挂到草完了这一杆不用掉了 不会的 抽一抽就好了 具体要怎么跳 用什么节奏跳 要跳多远 跳多高 其实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 但是跳底的时候 有一点需要注意 事实上从落水的那一刻起 你就要注意了 就是控线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 如果你想要你的耳 垂直下沉的话 落水之后 你要做一个马上出现的动作 我现在做示范一下 OK 抛出去 落水的一刻马上 出现 用手动出现 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垂直下落 尽量做到垂直下落 OK 那 你还有一个相反的操作 就是 落水之后 按住 按住鲜杯 大家看到我按住线杯的时候 整个线几乎是一个绷紧的状态 这个时候它的落水动作是 朝你这边滑过来 你的线紧跟线松的区别 会应用到你所有的操作里面 但是 垂直下落不是永远好的一个方法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它滑行一段 就是说从远处朝我们这边滑过来一点 让鱼追一追 这样子也是有的 或者你喜欢打在 超过标点一定距离的位置 让它朝标点滑也可以 OK 这是个人的一个选择自己的一些尝试 大家都可以去试 下一个操作就是托底 托底试这样子 我们在托底的时候 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肝尖 肝尖的一些细微的变化 注意体会一下这个铅的一些感度 这个时候就是乌钢铅 发挥它的 长处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刚刚经过了一块石头 现在是经过一片软底 又卡到一块石头 OK 在经过石头的时候 卡到石头的时候 可能我就会做一点停留 我做出相应的动作 刮刀槽就像是 你可以想象是 在水底勾到一块布的感觉 OK 它会有一定的粘粘的这种力 在拉你的钢子 你稍微再拖一点点 它就没有了 OK 这就是拖到草 但是拖到草跟鱼的咬口 特别是大鱼的咬口 有时候很像 所以你在拖的时候就要看清楚 就要感觉细致一点 你如果感觉是 好像是一块草 也不要紧 你可以停一下 看一看线 OK 如果是鱼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线可能已经被掰跑 那我们是按钓的吗 我们经常是从深水钓到浅水 从深水拖到浅水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有点紧张 因为它通常从低往高这样拖 有可能会卡到东西 对不对 那我做法是 与其是这样子 转动自己身体来拖 我会改成 从斜坡下面拖到上面 我会改成这样子拖 缓慢的抬高肝肩 很慢很慢 你要感觉成 1厘米 1厘米的抬高 就这么慢 这样子也是拖底 但是这样子你的线的角度会大一点 比较不容易卡到东西 OK 那下一个操作是Stroke OK Stroke 英文里面就是中风的意思 但是在英文的语境里面 这个词是一个很屌的词 OK 不是一个很贬义的词 什么叫Stroke 如果大家会玩Tube的话 应该就知道了 它是这样操作的 抛到水里 让耳沉到底 等几秒 看有没有咬口 当然 OK 然后 抬干肩 让线松下来 让它耳下到底 猛抬一下 猛抬一下 松线 猛抬一下 松线 等等看 看有没有鱼咬 OK 也可以结合一些平托 OK 你这样子的操作也是比较戏剧性的 也是一种刺激鱼咬口的一种方法 你到哪儿突然间离开底部很高的一段距离 可能是半公尺以上 然后掉下来 它在被牵带到接近底部的时候 会开始free fall 会有个速度变化 这样子的一个速度的变化 和这个戏剧性的一个动作 可以触发鱼的一些咬口 比起Stroke 我个人还有一个更喜欢的操作就是yoyo 每个人操作yoyo都有一点不一样 我什么叫yoyo 现在示范一下 抛出去 我个人的操作是 好像拖底一样 刚才的抬杆肩拖底一样 但是快一点 抬杆抬高之后 它会在底部滑行一段距离 朝我们这边滑 又咬了 老是要咬 让我帮你起来 叫你再咬 所以说yoyo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操作 OK 通常来说 这个方法按掉会比较有效 OK 放了 这条鱼一直在咬 我都不想开枪 它一直在咬 是它逼我 因为我在讲东西 很烦的在那里刀刀刀 是这样子的 你再重申往前搜 你再搜一个上坡 OK 那我这样子 抬杆肩会比较有力 就比方说吧 这样子一个上坡 又咬 不管它 等一下我讲完你还咬 我就把你起来 因为你在上坡 你这样操作相当于是这样子 可以避开很多底部的一些障碍 一些会让你挂底的障碍 但是你的耳也是 在用一个比较慢的速度 在底部滑行 滑行 滑行 这样子 你每次滑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这样踢水的动作 自己有一些自然的动作 因为它是 由于线的张力 在滑的 所以说 控线是很重要的 你的线松跟紧 你的耳呈现的是两种的姿态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的线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然后想象一下你的耳呈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样子时间长了 结果练习之后 你会很了解你的 时时刻刻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马上做出很快的反应 相应的操作 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OK 再来一次 Yoyo 好 落到底 不要让线松下来 不要让线松下来 让线保持一个有张力的状态 滑 让耳在底部滑 OK 是介乎于跳跟滑之间 有时候是这样跳 有时候是这样滑动 你每次打肝尖抬高 让线保持张力的时候 你的耳朵再往你这边 朝你这边滑过来 直到触底 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德州真的没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很多很多操作 OK 下一个操作就是 SWIM 因为鱼 时时刻刻心情都不一样 钓矿不一样 有时候鱼就是喜欢咬 平卷的 就是喜欢咬SWIM的 它就是不爱咬底部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试一下 SWIM 会有奇效 告诉你 那怎么样SWIM呢? 其实 在之前我出过一期Dark Slipper SWIM Jig 其实它的方法跟SWIM Jig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抛出去 这样子 跟刚刚悠悠很像 但是油的速度会快一点 卷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 不要让它落底 OK 挂刀槽 抽一下 继续 这样子 再来一遍 不要让它落底 直接开始回收了 通过移动肝肩 抬高肝肩来让它移动 卷线只是回收制线 OK 挂刀槽 小抽一下 OK 就这样子 你感觉到的咬口基本上跟SWIM Jig一样 两种 一种就是你直接感觉到 很重的一下子 另外一种就是你感觉你的线突然间被带走 线的另一头有东西跟你较劲 鱼 最重要的一点 OK 就围绕这一点 就可以了 这一点就是你的R的 自然的程度 OK 那很多人 老是觉得我要怎么样呈现 咬 OK 那我在上一集Kajak钓Jag Bessle 我有说过 解决你这个鱼的咬口很滑的 办法之一 就是加味道 这个也包括在内 这个也是一种味道 OK 这种日系的味道 是他们没有尝过的味道 OK 所以很多人觉得很扯 离一下线 所以很多人觉得很扯 说来说去你都不讲操作 你就说加味道这么简单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OK 如果你有简单的 凡是都这样子 你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你就用简单的 你不要去想的复杂 你不要想说我要怎么样操作 去骗它咬耳什么的 咬 这条还可以 大嘴都不爱跳 真是没劲 OSP 咬得很果断 咬得很坚定 这一个早上其实都没有 遇到特别好的咬口 特别坚定的咬口 直到我换了OSP OK 我之前用的是Google 所以说日系跟美系的差距就在这里 当大家用美系的 觉得没有 出路 没有头绪的时候 鱼在那里叨叨叨叨 不咬的时候 换日系的 OK 虽然有点插开话题 但是 既然是 直接体现出效果 所以我就顺带再提一下 OK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一点 特别是在北美的朋友 那我们继续讲 我现在随便吊一吊 我们再跳顶 OK 由于德州吊主 它的 应用性实在太广泛 操作实在太多 所以大家很容易会有一些疑惑 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 或者是 说老觉得自己跳底 做得不好 动作什么做得不好 那我现在 讲的这一个点 可能可以永久性的解决你这个疑惑 让你的德州 可以放开来 进步 就是说 玩软耳最核心的一点 是什么 软耳呈现的动作 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 软耳的动作 从最自然与最喜欢 到最不自然 最不喜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 它在没有任何影响的时候 是最free的时候 包括连签都没有 这种时候是最自然的 无论在落 还在水底 这个状态是最自然的状态 怎么样是最不自然的状态 就是你拿签把它抵住 同时 你在疯狂操作它 不管你在跳 在干嘛 在游 在抽 在怎么样 你在疯狂操作它 这个时候它的动作是最不自然 那有人说 我就是疯狂操作就可以中鱼 那你要想一想 你疯狂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stroke 你在做stroke这种操作的时候 你在大跳底的时候 鱼咬都咬在什么点上 通常都是你的 一下子被你抽离底 掉下来的时候 过程 或者是落下来之后 在底部停留一段时间之后 两秒钟三秒钟之后 通常是这种时候在咬你的耳 OK 鱼咬耳的点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点 那我再说一个 Sinko OK 大家知道Sinko 最强最强 丢下去什么都不管 对不对 沉底 下沉的过程 就很忧郁 对不对 这是free fall的状态 什么签都没有 它自己在沉 OK 插在底部的时候 Sinko在底部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做 鱼也会咬 为什么 因为一个软耳在底部的时候 还是会有动作 就算这个水流多慢 这里的水流得非常慢 都好 因为你的线有时候会被风大一点 大一点 因为你有时候有一些不经意的抖动 因为你 水流的带动 它接下来 都会有一些细微的 摆动 很小很小的摆动 有时候你人类是 完全不会在意 但是鱼是会看在眼里 OK 鱼最喜欢的动作是这样子的动作 那你抛出去 炒米粉 你再解炒米粉 解完之后 经常会有鱼 咬口 对不对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说你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这条鱼还是咬 你没有在操作的时候 经常会这样子 所以说 大家 要明白这一点之后 你就不会再 天天去想自己的操作 你怎么样操作都行 我对于操作 如果我要教一个 新手玩德州的话 我在教完他基本的一些跳底之后 我连stroke 这些什么yoyo 什么都不会跟他说 我就会说你基本的跳底会吧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基本跳底没问题 你会控线 OK 但控线是时间长练习 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 你线跟紧跟松的状态不一样 你知道这些以后 你的操作自然一点 随意一点 像我这样子 随便 你看我现在跟你聊天 或者怎么样 我随便 我甚至这样子 直接转过来 直接把线带过来都可以 停一下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就说你的软耳已经在做所有的事情 在水里面 已经在诱鱼 它已经要帮你解决这个鱼咬不咬的问题 不用你来做 OK 这个事情不用你来做 你要做的就是吸引鱼的注意力 我刚才说的所有操作方法 什么stroke OK 什么yoyo 跳底什么 这些都是在吸引鱼的注意力 你要想象成你钓鱼分为两步 你把这些其他的都去掉之后 你有两步 第一步是吸引鱼过来看 第二步是让鱼咬口 让鱼救 第二步 你的软耳已经帮你解决了 你的软耳的动作已经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一步吸引鱼的注意力就是 你的工作 它是在附近的一个地方看到你的耳在跳 是你在跳 你成功吸引了它的注意力 他要过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包括你的签 有声音 响猪 如果你要加响猪的话有声音 听到声音 看到 在跳或者感觉到一些扰动 他要过来看一下什么状况 OK 然后你的软耳这个时候 做出了一些合适的摆动 或者是你在yoyo 你的软耳在滑翔的时候 它的尾部做出一些踢水的动作 这些点 软耳的这些动作 自身的动作 激起了鱼的咬口的欲望 OK 所以两步 你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你钓的会轻松很多 OK OK 现在太阳越来越大很热了 我赶紧讲完最后这一段 然后我最后想补充的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感知咬口 有很多人问我 从感知咬口到开枪 大概要等多久 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我个人我是习惯 从确定咬口 其实你看我 之前所有这些调游的影片 大概就可以估算到我的开枪的时间 你可以大概使用这个时间 大约是三到五秒钟这样子 是我确定是鱼咬之后 其实关键不是感知咬口本身 其实关键的是你开枪的这个方法 OK 那 比方说我们丢出去 我们再感知到 比方说现在我觉得好像是咬口 这个时候我需要 再确认一下 这个时候我会把线稍微绷紧 OK 稍微绷紧看看对面的反应 如果对面没有反应的话 很有可能你是挂到一些槽 或者之类的东西 很有可能注意 很有可能是 你在拖底或者跳底的时候 跳到一块石头上面 或者拖到一块石头上面 然后你松陷 比如说这个是一块大石头 你在这边跳过来 跳到这里 你松陷了 你到要往回滚 往回滚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像是有一条鱼 把你的带跑一样感觉 都有可能 这个时候你就要确定 当你确定是 是鱼了 不是草 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像这样子 我刚刚突然间 它会咯啦一下子 其实是挂到草 由于我的感度很高 因为我是PE线 然后是乌钢线感度很高 它会有咯啦一下子 感觉像是鱼口咬了一下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确认是鱼之后 你需要做的是 回收制线 开枪 对不对 你注意回收制线的时候 顺带送一下线 送一下线出去 OK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为了让你先松下来 让鱼没有戒心 戒心小一点 让它可以 吃得比较稳一点 如果这时候你跟它一边较劲一边回收制线 其实是没有作用的 有可能会把它从鱼的嘴巴里面带出来 我现在说一下最后一点 还是提示一下大家 关于托底 当你知道你的水里面鱼是有大鱼的 有大鱼存在 但是很少种 你或许会更多采用托的钓法 但是我个人的建议是一旦你决定用托了以后 一旦你决定托底了以后 你要托得慢一点 OK 一旦你决定托底要托得慢一点 你托太快是没有作用 OK 你的耳是离开了底部 你要你的耳一直接触在底部 慢慢托 这样子你才能感受到 底部的每一个 小石头 小到这样子的一些碎石头都能感受到 OK 每一小坨水草 每一个木头 所有的底部的这些地形 你都能感受到 挂到东西之后 小抽一下 或者是松线 然后 再拉起来 有可能是 挂到一块石头这个地方 你松一下线 可能会起来 或者你松一下线 小抽一下 把它抽出来 一定要慢 一定要慢 是以1厘米1厘米的速度在托 让你的耳 浮浮贴贴的 在底部 因为这一点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 其实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这个需要耐心 一旦你决定了这个吊法 这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吊法 OK 如果你不这样拖的话 是没有效果的 OK 你的耳还是在水面 就底的 上面一点 慢慢在滑的 慢慢在滑动 我也经常那样钓 但是 如果我要拖的时候 我不会这样 OK 我会很慢 很慢 很慢 这种钓法 我在我钓鱼生涯里面 种过 最大的一些鱼 都是4磅 5磅 以上的鱼 OK 虽然种的不多 因为我们这边 压力还是很大的 我也不是传钓 我是暗钓 竞争很大 然后 我种的这些大鱼 几乎全部都是用这个方法种的 德州钓组 缓慢的拖底 不管在什么样的季节 什么时候都有效 从冬天一直到 冬天如果有open water的话 一直到夏天最热的时候 这都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而且是针对大鱼的 大鱼只有 有面对这样子移动非常缓慢的 或者是一些移动非常有戏剧性的 打个比方是像我之前胖胖鱼的玩法 就是逼鱼咬口的那种 飙车的玩法 这种戏剧性的一些操作 大鱼只会咬这样子极端的东西 其中最有效就是慢拖 OK 所以一定要慢下来 你就给自己设定 你这一杆要掉 三分钟以上就对了 OK 如果你感觉不到底部了 你就慢下来 再慢一点 你感觉不到底部的时候 你再慢一点 直到你能感觉到底部 感觉到你的牵 接触到东西 之所以要细细感受 除了是你这样子能更好的感受地形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大鱼因为它大 路鸭对它来说 所有软耳对它来说都很小 它咬耳的时候 通常不会咬住 通常直接一吸就吸进去了 这个时候你感觉会非常小 你可能会只会感觉到那头就 一下子就像是过了一坨小水草一样 你可能只有这样子一点点小小的感觉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你一定要细心的感受 大家看我这个牵 前面已经敲掉了 所有的漆都敲掉 那你需要 多做练习 然后拖底这种练习很方便你 感知一些材质 底部的材质 就是那个水草的 新鲜的程度 结实的程度你都能感觉出来 如果你 经常这样子练习的话 当你熟练以后 你不用拖 你这个牵 掉下去或者你跳底的时候 它敲到东西你就会 马上分辨出来 你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底部 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态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习 同时也是一个种大鱼的方法 OK 那像我在一开始介绍德州吊祖的时候说的一样 这个吊祖是一个 很简单的吊祖 但是越简单的东西 就越难精通 那德州吊祖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 应对的吊框 有各种各样的人 用各种方法去吊 那岂是我这样子 几期教学影片 就能讲清楚的 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希望各位可以 去学好这个吊祖 去用它 取得成功的 所以我也斗胆做了德州吊祖的教学影片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这一期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期我将会做一期关于用德州吊祖处理流水的情况 吊框的方法 我个人的一些经验的介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